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 停一下匆忙的脚步 一起品味人生 第十七站 失眠的电风扇理论 失眠是不少现代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想要拥有一夜好眠 其实并不容易 有的人上床后很久才能入眠 有的人半夜醒来后无法再度睡早 有的人甚至整夜失眠 许多失眠侠只好长期求助危险的安眠药 科学家发现 古人相较现代人较少失眠 排除疾病导致失眠的原因 古人的生活习惯 暗合现代的电风扇理论 科学家发现 人体有强烈活动状态 进入睡眠状态 和高速运转中的电扇 进入静止状态 过程相似 如果让运转中的电扇 完全静止下来休息呢? 关掉电扇 无法让电扇立刻静止下来 在没有任何外力记录下 转动中的叶片 需要一段时间减速后 才能完全静止下来 正常情况下 上床后至少需要十分钟 身体才能将不需运转的 各部器官一一关机 只留下维持生命的 最基本运转后 进入休眠状态 人体的睡眠 像电脑的休眠 而非电脑的关机 现代人生活作息 原叫古人复杂 上床后 身体要将不需高速运转的器官 已关掉的工程 大了许多 如果在上床前 又不断给予身体 更多刺激运转的动能 想要十分钟后 就能顺利进入休眠状态 随后一夜好眠 谈何容易 有人可以倒头便睡 受到许多失眠下的崇拜 殊不知 这尝试过度疲劳的结果 甚至是重大疾病的前兆 科学家认为 这是身体来不及 有序关机的紧急措施 长此以往 身体的全面崩坏 就在眼前 想要身体 在十分钟后 顺利进入理想的休眠状态 就要在关电扇前 不再给予叶片额外的动能 除了不要提供3C产品 蓝光刺激眼睛的强烈能量外 也不要提供身体其他器官 强力的运转能量 包括 进食咖啡 酒 毒品 茶品 刺激性食物 和能量饮料 也包括 不在睡前 做中强度运动 科学家建议 睡前半小时至一小时 就该关闭3C产品 断绝声光能量 该做其他 让身体 逐渐关机的放松活动 像是 阅读休闲书籍 听助眠音乐 轻松散步 或静静地 不想不做 想要身体 夜好眠 除了适度运动 和固定的睡眠时间 让身体 习惯关机 天时外 还需搭配 适合的温度 不刺激的暗黑环境 不刺激的宁静空间 和没有蚊虫 叮扰的平和环境 避免休眠的身体 受到打扰 还可将烦恼 和计划 写下来 交给明天处理 不让今夜的大脑 无法休息 想要身体 适当 休眠 就要提供它 舒适的 断电环境 不能像奴隶一样 不断刺激 驱使它 不能要我们的身体 电风扇 24小时 充满 运转 能量 身体 电风扇 不断运转 无法 休养的结果 很快的 它就会 向心爱的主人 诉说 珍重 再见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